大家好,我是小摩托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款最新发布的开源文本嵌入模型 Nomic Embed OpenAI的Embedding Model一直领跑文本嵌入模型这个领域 但是OpenAI的模型并不开源 训练数据集也无从审计 近期OpenAI发布了最新的嵌入模型 Text Embedding 3 Small 非常优秀,也更加的便宜 那开源模型是否有能够匹敌甚至几百OpenAI的呢 今天Nomic发布了他们的文本嵌入模型 Nomic Embed 终于在综合技术评分上有几百OpenAI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款完全开源的模型 现在我所分享的这一份Nomic博客 介绍了他们最新的文本嵌入模型 Nomic Embed 在图表中对于目前不同的主流的文本嵌入模型 技术评分有做对比 我们可以关注Nomic Embed和OpenAI的嵌入模型 分别是Embedding 3 Small或者Embedding Ada 可以看到Nomic Embed在综合的测评或评分上都非常的优秀 因此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可以开始尝试使用这些开源的文本嵌入模型 刚才我们介绍的它是开源的 究竟是如何开源呢 在这里他们有非常详细介绍 模型开源 甚至开源了训练数据 开源了代码 训练代码 同时呢 这个模型是可重现可审计的 这就确保了大家能够明明白白的使用它 我会将所有这些链接 包括博客文章链接 今天所使用到的实力代码链接 都放到视频描述中 需要的同学呢 就在描述中取用吧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一下Nome Embed 一些基本的技术参数 并通过实例来分享如何基于Nome API 与Launcher来实现一个REG应用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通过这篇博客文章了解非常多 关于Nome Embed这个文本嵌入模型的技术细节 要注意的是 这款模型具有8192的上下文环境 它在短上下文 长上下文的任务执行上 都能够击败OpenAI的AIDA 以及Text Embedding 3 Small 这款最新的文本嵌入模型 Nome Make同样也发布了 模型的权动参数 以及训练代码 这对于技术人了解 它的更多细节非常有帮助 那如何使用Nome Make Embed 非常简单 Nome Make发布了他们的API服务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使用API Key 来调用API 使用Embedding Model 目前提供了100万也就是 A million免费的Token 这对于我们评估和测试 Embedding API或模型的表现 非常的有帮助 至少呢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 长上下文意味着我们能够处理更大的文件 这对于我们在文件处理 在RG应用的构件上都非常的有好处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Nome Make API的后台 来了解如何创建API Key 如何使用API 了解一些API的技术参数 最后呢来构建一个简单的RG应用 即Nome Make Embed文本嵌入模型 以及OpenAI的GPT4大模型 来构建这么一个RG应用 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到这里 这个呢就是Nome Make API的文档 我们来看看Text Embedding文本嵌入 目前这个模型的名称叫 Nome Make Embed Text V1 这是最新的文本嵌入模型 有几大参数我们来了解 首先上下文环境8192 dimension786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的 它这个dimension是786 我们如果使用的是老的 OpenAI的Embedding model呢 应该大家知道是1536 在这里呢它的dimension更更小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Text Embedding API的规范 使用方式和OpenAI的API几乎一样 只需要加API Key 以Authorization头的形式传递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呢并不直接调用API Luncheon也提供了Nome Make Embed 这个文本嵌入模型的集成 那我们呢使用Luncheon框架 来完成视力代码的RG应用的构建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 Nome Make AI的API服务后台 大家访问alus.nomic.ai 就可以来到这个后台 完成注册登录 就进入跟我现在相似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Datasets Members Usage这些菜单 在API Keys之里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API Key 这也是我们在API调用中会用到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妥善保管 我们现在呢就会利用这个API Key 利用Luncheon来构建一个RG应用 现在我所分享这份Python Notebook 为我们演示如何利用Luncheon 来集成Nome Embed这个文本嵌入模型 从而构建RG应用 在代码中用到的数据呢 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篇博客文章 介绍Nome Embed 当然了这个文章长度和内容呢 还不足以耗尽8192这么长的一个上下文环境 所以代码呢仅做示例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寻找更庞大的文档 来充分的测试评估长上下文的 文本嵌入模型的表现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代码 首先加载这个文档 然后呢做文档拆分 在拆分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首先我们用到了TikTokencoder的拆分器 那在这个拆分器中 Chunk它的大小是基于TikTokencoder编码后的Token来计数 另一方面呢是ChunkSize 我们设的比较大 7500 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可以使用长上下文的文本嵌入模型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Nome Embed 在拆分以后 首先呢是做向量存储 构建检索器 再来构建一条Lunch的链 提取检索器来得到相关文档 并结合提问 让大模型给到我们答案 在这里要注意 我们需要设置几个环境变量 第一个呢是 Nome API Key 这个环境变量会被后面 Nome Embedding这个类 引用 我们将这个Nome API Key 设置在Colab的个人的secrets里面 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供我们在代码中使用 接下来就是构建一个向量存储 我们用到了Chroma Chroma中的Embedding使用的就是Nome Embedding 要注意模型名 Nome EmbeddingXV1 这是目前它所支持的唯一的一个模型名称 构建检索器 接下来呢就可以利用大模型来进行RG应用的串联了 这就是一个Lunch的链 大模型呢会用到OpenAI API Key 我们也从secrets当中获取 链的创建大家可以在这里关注一下模型 我们OpenAI的模型呢用的是GPT4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它的长上下文的这么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在整个链的构建中 既用到了长上下文的Embedding模型 也用到长上下文的聊天模型 也就是GPT4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构建这条链来提问 比如Nome Embed是如何训练的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博客文章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介绍了如何的训练 那有兴趣的东西呢根据视力代码的执行 可以看看它的回答是否与博客中的介绍技术细节相匹配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RG应用 即Luncher来集成了Nome Embed文本嵌入模型 我们现在回到API文档 在这个文本嵌入模型的介绍中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Text Lens和Dimension这两个指标 一个8192一个786 特别是Dimension 当我们使用像Pycon这种云端的向量存储API服务的时候呢 会需要在创建所有的时候指定Dimension 那我们需要去正确的设置它 这样呢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些云端的向量存储服务 好了那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赶紧来尝试一下 看看究竟长上下文的这种开源的文本嵌入模型 在自己的AI应用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是否在性能上和综合表现上能够做得更好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咱们就下期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